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饮食星期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点点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恐怖短片《就一次》 故事发生在一个平静的小镇,和善的女人正在喷吃晚饭,而父亲在看着报纸 这和谐的气氛下让人有种隐隐不对的感觉 画面一转,母亲和父亲的无名纸好像少了一些,父亲的小纸都看不见了 这时街道上传来了喧闹的声响 一个造型诡异滑稀的车子缓缓驶入了小区 在马路上嘻闹的金发小女孩一听到这个声音,马上飞也似的冲出了家门 她走到妈妈的身边,摇摇母亲的围裙,微微笑着侧着脸,纯真和可爱并存 母亲重溢的摸摸她的脸颊,缓缓的切下了自己的小纸 鲜血见到了小女孩脸上,但是厂里应该惊慌的女孩却微笑着看着母亲自残 她又一次愉快的拿着妈妈的缎纸冲出了屋外 滑稽诡异的车子前有一个售货台 藏老阴暗的老人看到断纸,飞快的收好之后拿出了一个冰棍给了女孩 女孩高兴的娶着,原来父母的手指就是货币,而冰棍就是货物 看到姐姐有好事的冰棍,妹妹也飞也似的回家了 又一次摇摇母亲的围裙,纯真又可爱的站在一边 放眼望去,所有的孩子都在车旁拿着断纸等待着冰棍 故事最后,买冰棍的老头似乎在做恐怖的手术,而小女孩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我们一直在问母亲索取,父母总是笑着急语 哪怕是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小女孩用母亲的手指换来血糕 这种血腥表达让人难以联想到无私的爱 在学校里会获着父母的汗血钱装大也 因为娶妻或者买房榨取父母血汗钱 即使是成家立业,父母依旧只是为其带孩子的保姆 你和我又何尝不是呢 看完电影点点小问大家 如果你是父母,你愿意这样去爱孩子吗 好了,本期的影视新奇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点点的,要点点点点点点关注哦